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又到了改島的時間啦 上一集我們改造了湖的四周 把湖變成一塊漂亮的綠洲 但這邊要跟大家道歉一下 上一集有說把花種在沙地上不會成長 但我沒注意到自己鋪的沙地上花跟樹都還是會成長的 上次鋪的花苗都開花了 對於這一點錯誤的情報跟大家道歉一下 但還好花長出來也是蠻好看的啦 我又放了三隻火荷在湖邊是不是又更有FU了呢 今天要進行的主題是打造孟奇的叢林豪宅 孟奇在手遊版的介紹中說她是個工作上很幹練的女上司喔 我希望幫孟奇打造一個離開工作後 可以好好放鬆享受的叢林生活環境 我今天要佈置的範圍是這一塊 我想要延伸上次沙漠綠洲的範圍 到孟奇的房子這裡 讓孟奇的房子處在沙地與草地的交界處 左側還可以讓她靠著河 所以這邊我要繼續來鋪一下沙地 接著我要來種一些竹子跟闊葉樹 在經歷過幾次的佈置後 我發現其實樹只要搞定後面的佈置就簡單了 那我已經想好孟奇的房子要放在哪了 在移過來之前我想先在她門口兩側種植樹 先適當的找空位來種植樹苗以及竹筍 左邊的樹種一種我覺得還是把房子移過來後再整理 應該會比較能準確佈置喔 那我要先讓孟奇搬家再來繼續 再來我要在右邊沙地種植椰子樹與闊葉樹 植子樹我想讓它可以靠近房子一點 但太靠近了又會沒辦法種喔 種樹真的是很麻煩 但不管我們就先種下去 長不出來我們再移就好了 改島石就是先做的再說 反正我們都可以再調整 再來多種一些樹 慢慢觀察它們的生長狀況 過一天 右邊這個闊葉樹M我要留下來 闊葉樹M的外型我覺得好可愛喔 另外提醒大家一下喔 我們通常都會在轉角處把地板抹成圓的 但椰子樹在這樣的點種植的話會無法生長喔 孟奇已經在這邊釣魚了 把覺得空的地方再多種植一些樹 要種植樹的時候我覺得觀察它們的生長很重要 不同形態的樹都會有適合的點 再過一天這個椰子樹L的大小不會擋住孟奇家的門口 可以留下來 那這顆椰子呢死不長大了 真的是氣死我了 只好再移地方 這個椰子樹M也可以留下來 跟左邊的闊葉樹可以共用同一個水果樹苗來抑制生長 這邊的闊葉樹L也可以留下來 又過了一天 房子旁邊跟最前端的椰子樹L我要把它留下來 樹都長得差不多大的時候 開始覺得左邊的闊葉樹不太好看 我們把闊葉樹L移到前面來 竹子的位置我們也稍微調整一下 大闊葉樹怎麼放都覺得不太對 所以我決定把它移除掉 改種灌木吧 接著來擺設一下家具 這次要以藤邊系列家具為主軸 藤邊系列很有度假感 我選的比較淺色系的 放一個藤邊邊桌 旁邊再放一個藤邊沙發 上次參加一週年直播的時候 娛樂宋的氣泡飲料我把它放在這裡 超好用的藤邊凳子 放一個檜木泡澡桶在這邊 加上藤邊毛巾籃 感受到度假感了吧 天佑德里七七都過來玩了喔 我們再來種一些白色玫瑰在比較空的地方 然後來鋪一下泥土路吧 待會我要用我的設計 幫孟琦家門口佈置走道 右邊沙漠區放一個沙灘躺椅 再配上狂歡節洋傘 讓孟琦可以在這邊做日光雨 這樣氣泡飲料好像比較適合放這邊 我們再放一張藤邊凳子 再把飲料放上去 原本的藤邊邊桌改放一本書 之前島上賴恩瑞養的狗狗 我交給孟琦了 狗屋也不要忘記囉 躺椅把它改造成跟藤邊家具同色系的藍色 這裡放個迷你生態池裝飾一下 之前種的灌木與花都長出來了 再來我們來用我的設計中預設的圖案 鴨兒琴隨機鋪在草地上 沒有想過預設圖案這麼好用對吧 接下來我想畫一些殘破的木板塊 來鋪在孟琦家前面的泥土走道上 今天來教大家可以自己畫木板的方法 超簡單的喔 想好自己想要用的木板顏色後 先選擇比較深色的部分 我們先畫出形狀 再來我們要計算間隔 我打算一個設計格畫兩塊木板 兩塊木板中間間隔了六個格子 這表示我們第一塊木板的上方 以及第二塊的木板下方 要各預留三格格子 這樣鋪上去之後 才都會是間隔六個格子的木板 鋪上去才會整齊 我們先試鋪看一下尖距有沒有問題 鋪上去後我們發現這樣的設計 其實是比較適合在單獨一條的走道上 所以我先把旁邊的泥土地給畫掉 讓它變成一個不規則的形狀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加工一下剛才的設計啦 首先我們需要一個比剛才用的基底顏色 再更深的顏色塗在木板下方 製造出陰影感 因為我想要畫殘破的木板 所以可以畫得很隨意 反正我就破 再來用另外一色隨意的畫出線條 真的隨意就可以喔 接著再用第三個顏色 也是隨意的畫出線條 最後一色也是隨意的補一些線條上去 超隨便的有沒有 再來我們用透明的筆刷 隨意的刪掉木板的邊邊 不要讓它太整齊 形狀大概確定之後 我們接著要做的就是來調整 剛才所使用的四個顏色 我們來調整它的彩度與亮度 讓它們變成漸層色 調整完之後這樣看起來應該就蠻不錯的吧 上次畫的水坑剛好也可以鋪在這邊喔 嗯…我覺得木板左右兩邊太長了 所以我要再用透明筆刷把它刪減掉 也可以上下兩塊木板不同長度 鋪上去後覺得顏色太花的話 也可以再調整讓整體顏色灰一點 像我現在覺得下面那塊木板 紋路太多了反而不太好看喔 就可以再來調整 大家都可以自己試著畫一下木板喔 這樣大致上就快完成啦 我們再佈置一些家具讓整體更好看一點 更有生活感吧 WONG很好用來裝飾喔 我們搭配藤邊家具的顏色來改造 也可以在泡澡桶前面放一個沙灘金 當作腳踏墊 希望夢奇不會躺在這塊腳踏墊上面 狂歡節洋散也配合一下改造成藍色的 畫面右上的位置有點空喔 我們在這邊設置一口井吧 你以為裡面是井水嗎 不是喔這裡面是石油喔 再放個木製水桶在這邊撈石油 最後放個曬衣乾在樹後面 今天的改島就完成啦 今天的改島就完成啦 不是你吃了嗎 我可以做到室外邊的 是 rack洋風格的時候 有開花玉掛的 沒有開花玉掛在地板 只是多餘的 喜歡閉進地方的 我去用教練的 之後我打算再用個圓木柵欄來圈出孟琪家的範圍 只是我一直沒有買到圓木柵欄 只好先放著 希望我能在下一集中再給大家看到完成品 以上就是這次的改導內容 孟琪的叢林度假風住宅 如果你也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喔 或是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掰掰